各位好,我们来看这个例题 是关于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但是呢,我们会应用向量的分解来分析 那这是一个箱子,50公斤的箱子 在光滑的水平面上 小生呢,用100牛顿的力 以仰角37度拉这个箱子 那重力加速度G是9.8 那请问箱子的加速度 以及箱子,地面对箱子的正向力 也就是箱子所受的正向力是多少 好,那这里呢,主角 主角就是箱子 箱子的加速度 以及箱子受到的正向力 所以我们要分析的对象就是箱子 那我们就来画一下箱子受哪些力 首先,除了小生的拉力之外 它有受重力 失力者是地球 地心引力MG 然后还有受到正向力 正向力是 箱子跟地面之间的挤压 互相挤压 而造成一个垂直表面 垂直接触面的力 正向力N 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力呢 上下这个先直向的力应该就这两个 那左右呢,左右的话 除了小生这个拉力有稍微的向右之外 好像没有摩擦力 因为题目说它是在光滑水平面上 好,那刚刚说 向上向下之外 除了这两个力之外 其实呢 还有这个小生的拉力 它有一点往上的部分 所以要方便分析的话 我们的分析方法就是把小生的这个拉力 斜方向的 我们把它分解 分解成千直向和水平向 千直向的FY 以及水平向的FX 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我们待会这个千直向的 FY可以跟正向力 还有重力去做加减 然后水平向的也可以 跟水平方向的力做加减 不过今天水平方向的力 就只有这个绿色的FX 那最后加加减减完了之后 再利用必识定理 就可以算出它的合力 或者也不一定要把它合起来 我们也可以分别去算 千直向的加速度和水平向的加速度 和水平向的加速度 千直向的合力就造成千直向加速度 水平向的合力就造成水平向的加速度 好那这个第二小题我们待会再做 我们先做第一小题 第一小题它是要问的是箱子的加速度 那我们知道这个箱子 题目其实没有特别降 但这个箱子应该 应该没有被抬起来 它的加速度是向右 它并没有向上 所以 我们就可以这样判断 今天它向右加速 所以 Y方向的加速度是0 然后 只剩下 X方向有加速度 那利用合力造成加速度的这个 关系是F的MA 来分析 那水平向呢 今天其实就只有一个利 就是绿色的这个 好那 题目又有提到说 小深的拉力是100 然后还有阳角是37度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斜向上拉的利分解成 两个分力 互相垂直两个分力的时候 然后 这三个边就形成直角三角形 而且底下这个角度是37 所以它就是符合 5 比4 比3 的关系 那如果 斜边是100 那 5比4比3 那 绿色这边就是80 红色 前直方向的分力就是60 所以 这样我们就可以算出 水平方向的合力就是80 然后 题目也有说这个箱子是50公斤 所以代入 M代入50 这样我们就可以求出A的 所以A就是80除以50 1.6 加速度就是这样 那第二小题 那第二小题 是要求 它的正向力 求正向力 那 正向力是在前直方向的力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前直方向的这些力 有向上的N 向上的FY 还有向下的NG 那因为前直方向为静止 所以 一样 就是跟上面的概念一样 它只有向右加速 它并没有向上加速 所以 前直方向的加速度是0 那加速度是0 就代表 合力为0 前直方向的合力为0 那前直方向的合力 就有三个力去合成 就是 向上的正向力 向上的FY 还有向下的NG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N 加FY 再加-NG 正负号表示方向性 等于0 然后 我们刚刚有 从这个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的关系 有看出 前直向的分力是60 FY是60 然后 N是50 G是9.8 这样子 成起来最后要是0 所以N 就会是490-60 答案就是430 好 所以这一题它就是 第一小题是 看 X方向的合力 第二小题则是看 Y方向上的合力 谢谢 是1 2 2 3 5 感谢观看